歡迎收看 意思好辣 歡迎收看 這位美女好辣艾師團 歡迎 我們今天三位參加來賓 乃哥 說話是一門藝術 當然 同一句話 聽起來 意思完全不一樣 當然啦 你好嗎 你好嗎 乃哥那種語氣不一樣 對... 像有時候我不笑 人家就會說 乃哥是不是生氣了 你不能一天到我衝到我 都這樣子 我會很累 真的 我們有一樣困擾 是不是 真的 我跟你講我還看一個新聞 他說一個男人喝醉 然後在路上嘔吐 旁邊路人就跟他關心 沒事嗎 需要幫忙嗎 然後他就覺得他在諷刺他 他就把他揍了一頓 你看看 所以現在很多人 不管閒事 對 是不是 就變得很冷漠 好啦 我們今天就來講 有一些 關心的話語 不是在嘲諷喔 反而身體呢 出狀況的徵兆 對 我們馬上來看 第一句話 好 這一句話 還好嗎 還好嗎 你真的可以嗎 還好嗎 你真的可以嗎 還好嗎 不OK 不OK 這句話通常是出現在 你認為對方不可以的時候 台灣人就會這樣說 這樣嗎 你真的可以嗎 你知道 就是不可以 那螞蟻呢 有耶 有啊 以前我就是大概15年前 那時候就是一直錄外景節目 就是玩遊戲的那種 比較激烈的 有有 然後很累就是有 我有兩個 然後還有一個棚內節目 還要接八點檔 那時候真的很累 那有時候就是去台南 那時候還沒有高點好像 然後坐車回來 好累喔 那之後又去八點檔 奧夜 一直這樣子 只去兩三天 沒有睡好 然後就旁邊的人就問我說 你還好嗎 還可以嗎 我就說不能說 我不可以啊 對 他不能講 對啊 所以我就可以可以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我覺得 怎麼說才 他們可能是關心你 對不對 怕你的身體撐不下來 對 但是還不能說不行啊 也不能說 還不能說 他們真的可以 我不行了 我要休息了 你想怎麼樣 對啊 那是你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你一定要會這樣講 OK 好 那真的很累 累到就是有一天 我真的肚子痛 然後發現 然後緊急送醫 然後醫生說不能再 不能再累 不能再熬夜 不能再熬夜 那時候真的有嚇到我 是喔 來 陳醫師 因為如果說 一般常講的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什麼熬夜 會肝子素高高 其實不太會 一般大概像螞蟻這樣 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講的比較嚴重的 一些肢體動作 有時候會造成 橫紋肌溶解 那橫紋肌溶解 如果程度很厲害的時候 就是我們一般講 工作過度勞累 然後造成橫紋肌溶解的時候 的確也可以誘發 一個肝炎的一個發生 所以醫生才會叫他多休息 請問醫生什麼叫 橫紋肌溶解 橫紋肌溶解 就是當你的肌肉 過度做工的時候 就是你運動過度 之後 我知道了 肌肉溶解之後 它肌紅蛋白這些 溶解掉的這些 殘餘的廢物 它必須要肝臟跟腎臟來代謝 那你又說代謝來不及 那這毒素 就會到對你的身體 造成各部位不好的 一個影響 好可怕 對 問這個問題 還好嗎 你還可以嗎 我覺得最主要是 真的是不管什麼時候 不要對酒醉的人這樣問 因為這個東西 不管你的口氣再好 沒有用 都會造成誤會 對 那以前我在醫學中心的時候 就遇過一個案例 就一個三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被送來急診的時候 是因為 就已經有跟人家 打架了 沒有沒有 就喝酒而已 喝酒而已 然後呢 上下車門的時候 腳去刮了一個 二十幾公分的傷口 他一直去流血這樣 是 那來的時候我們就想 反正就是把它縫 是縫的時候呢 這個 男性也非常客氣 那你也覺得他也還好這樣子 那結果呢 後來就 他說 都處理好了 想說這個 因為其實急診真的很忙 然後就想說 沒事了 這結案了 結案了 結果等到後來到門口 就突然聽到一聲 走門口傳來一個慘叫 然後就是 剛才出去已經結完帳 縫完傷口 處理完的那個男生 是 他的同事啊 朋友就說 你還好嗎 還可以嗎 可以走路什麼 然後他就好死不死 你知道男生 有時候很年輕 在那邊耍帥 就用拳頭去 捶我們醫院的那個牆壁 水泥牆壁 結果捶了之後 那個慘叫就是 他來的時候 又骨骰 那個脫就變形 然後呢 這一次不是急診 我們縫一縫就算了 結果還要再等 會整骨科 還要等骨科來看完這樣子 對啊 所以有時候 真的在酒醉的時候 就不要問太多 反正好了好 就趕快給他送回去 因為他會聽到一些別的 比如說 酒量那麼差 真的 因為我們喝的一樣多 怎麼只有你受傷 是不是 他聽的語氣 可能會認為就是說 你酒量那麼差 你還好嗎 還可以嗎 這個意思 對 是不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那種 年少輕狂的時候 剛剛聽陳醫師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曾經 當過這種很 當過這種情緒 對 就是 你一臉就是捶過牆壁 沒有 我不捶牆壁 我只有比這更蠢 真的喔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真的要講 要 高中的時候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 FB算剛開始 對不對 我們想要這樣 然後FB 那時候有一些網路那種 很紅的影片 就比如Circus在新奇 開始做一些什麼的 做一些那種很 特別的挑戰 就開始喝尿 吃大便什麼 那時候是不是一群高中生 就覺得 哇他敢做這種很瘋狂的事情 很帥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有那個 海漆 就兩路那個蛙圓部隊 他不是都要天堂路對不對 然後我們班同學 看到一個影片叫 炸手臂 炸手臂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子 然後直直的下去 哇 就手不能彎曲 整個就砰 就手先著地就對 下面是石頭 對 下面石頭 對 天堂路就柏油路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都 放學了 本來想到在學校裡面 大家就想說要玩這個 但是因為學校沒有教官 然後怕教官抓到以後 就被退學 因為我們學校還蠻嚴的 然後出了校門口 就剛出校門口 也走不遠 就迫不及待說 來 你敢不敢 你們敢不敢炸手臂 我說炸手臂很難嗎 然後同學說 那你敢不敢嗎 他們講那麼多我都說 來 那你們丟錢我就做 他們就開始 你知道丟那種零錢你知道 就往地板丟 零錢你都要 對 就那種 家境那麼差 有人那種一百幾百 你知道就是 他純粹只是想要 有個儀式感就是說 我要給你錢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那你要炸 你不能齊虎難下 所以你就當下就撐住 真的 我跟你說其實你 一垂直下去的時候 你就後悔了 對啊 因為那個綜藝加速度 已經來不及了 不是你想像 所以砰起來 那一下的時候你還撐住 而且我記得我全身都還抖 你知道為什麼又太痛了 炸完起來之後呢 我還記得那個石頭 很多那種細屑 牽在裡面 然後呢 我還拍拍說怎麼樣 還好沒事你知道 還要演一下 沒事啊那個 其實拍的時候都已經很小心 然後慢慢拍 然後說 你們設了衛生紙 就有擦一下 然後一擦 一擦就會開始寫會開始 你知道 餐餐的流出來 你知道嗎 慢慢開始 因為你東西撥掉了 沒有塞住了 所以開始慢慢流 一流你就會發現說 不對 好痛喔 有點怪怪的你知道嗎 那你還是要忍住啊 忍住 我還搭公車下山 沒有坐鑑車 你有先撿錢嗎 沒有 對不起 有先撿錢 但是錢是炸之前 已經先撿好 只有15塊撿得很快 沒有 我算過 總共快700塊錢 總共算幾百塊錢 那值得啊 這樣乃哥 我給1000次 你要不要試試看 時代不一樣啊 時代不一樣 對不對 以前我沒錢 我也敢炸啊 真的 現在我那麼有錢 這錢不準呢 希望不可以嗎 對 然後我就 反正我就到那個陽明 因為我們是唸三賞 華剛一賞 我們就到那個陽明 士林那個醫院 陽明醫院這樣 然後一進去 醫護人員看到他 我們被車撞了 還有我們出車 他們這樣 你們幹嘛 怎麼會弄成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穿著制服 然後兩個同學陪我去 他怎麼弄成這樣子 然後就 對啊 就擦傷啊 什麼什麼 然後就移勇喔這樣 後來就弄完之後 你們到底幹嘛 不然我打給你們學校老師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玩炸手臂 被罵爆 真的啊 就醫護人員是那種 而且他本來比如說 炸手臂 炸手臂 然後就擦你就超大力 對不對 就再炸再炸那種 他說你們不要再浪費 你們醫療資源 真的 我瘋了三針 我們聽到微風講這個 張醫師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真的可以嗎 那個機到最後 最後大家都是到急診室來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講一下 苦主這個是我們的 有沒有聽過很多真的 真的 真的 年少輕狂 一起加了喝了酒之後 這什麼事有可能發生 他講到植鋼科的醫師出來講 就會精彩的 真的 我們吃急診的時候 然後送了一群年輕人 送了一個年輕人 推著那個推床進來 然後那個 在推床上的年輕人 用棉被把頭蓋起來 羞與見仁 病死是什麼 就是有年輕人 大學生 二十幾歲 喝了酒之後 把藝物塞進鋼門裡 然後不出來 好 藝物來了 然後照X光 看那個藝物到底是什麼東西 看 按摩棒 我們幾個就整個 我們幾個醫生 那按摩棒不小 是不是 然後我們幾個就在那邊看 那是不小 看了半天想 這個形狀是按摩棒 想來問問看它是怎麼 把它放進去 因為真的是不小 就是那句話 他說他們一群人 一起去唱KTV的時候 有一個獸型 然後大家送那個 惡作劇禮物 就送了一個按摩棒 一個獸型 大家開始起哄了 其中就有一個 比較搞笑的傢伙 大家喝了酒就說 這麼大隻 你真的可以塞得進去嗎 塞不進去嗎 怎麼有可能 就進去了 他就拿不出來 他就出來了 他就不來到了 也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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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群力也進去了 對啊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 大家就畫了酒 牛二虎之力把它撈出來 然後把那群小孩子們 全部都罵了一次 罵完了以後 再把他們趕出去 我突然覺得我炸死不一樣 好像還好 我選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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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